自然界有许多材料都是由晶体构成的 那么在一百多年以前 前人的话就总结和归纳了所有这些晶体 来想这些晶体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构 通过归纳总结 前人归纳出来 世界上所有的晶体 它的空间点阵 全部可以归纳为七个晶细和十四个晶细 那什么是晶细呢 晶细也就是根据晶包能边长度之间的关系 以及晶轴之间夹角对晶体的一个分类 而每个晶细里面再根据点阵的类型 又分别可以给它区分为简单和复杂的一些晶包 这样的话就整个的晶体可以归为七个晶细和十四种布拉菲点阵 是哪七个晶细呢 分别是三斜晶细 单斜晶细 正交晶细 六方晶细 零方晶细 四方晶细和六方晶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每一种晶细的特征 以及里面所含的点阵的类型 首先我们看一下三斜晶细 什么是三斜晶细呢 当点阵参数A不等于B不等于C α不等于β不等于γ并且也不等于90度的时候 这时候这样一个晶体我们就给它归为三斜晶细 在三斜晶细中间只有一种点阵类型 就是简单三斜 那么第二种 我们称之为是单斜晶细 单斜晶细与三斜晶细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点阵长处 也就是ABC ABC它们互不相等 但是在夹角上 α和γ的夹角是90度 但是不等于β夹角 相当于说这么一个长方体的话 向某一个方向倾斜了一下 那么这时候所构成的 我们就称之为是单斜晶细 非常形象 朝一个方向斜了一下 单斜晶细 单斜晶细里面的点阵类型有两种 第一种我们称之为是简单单斜 也就是说在这个平行六面体 只有在每个顶点上才有一个正点 另外一个就是底心单斜 除了在这个平行六面体的顶角上有正点之外 同时在这个底心的位置 也分别有一个正点 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之为是底心单斜 那么第三种晶细 我们称之为是正交晶细 正交晶细的特征是什么呢 三个点阵常数ABC互不相等 但是三个甲角都是90度 那么这个时候所构成的这个晶细 我们就称之为是正交晶细 在正交晶细里面 一共有四种点之类型 一种是简单正交 一种在底心的位置上有正点 我们称之为是底心正交 如果在体心的位置上也有一个正点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是体心正交 在一种在这个长方体的每个面心的位置上 有一个正点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给它称之为是面心正交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一共有四种点正的内心 再接下来第四种 我们称之为是六方晶细 六方晶细稍微特殊一些 它相当于是我们三个简单点正 给它拼凑在一起 拼凑完了之后 它的特征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在底下 不是说我们XYZ轴了 在底下有三个轴 是A1 A2 A3 A1 A2 A3是相等的 但它不等于这个C轴 同时在夹角上 α和β是90度 但是这γ是120度 它相当于是什么 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六面体 六面体的每个顶角上有个正点 同时在六面体上下面的底 这个中心的位置也有一个正点 这时候所构成的这个晶细 我们叫六方晶细 六方晶细里面 只有一种点正类型 就叫简单六方 第五种我们称之为是零方晶细 零方晶细的特征是什么呢 三个轮边长度 A B C是相等的 三个夹角也是相等的 但是三个夹角都不等于90度 这个时候所构成的金包模型 我们就称之为是简单零方 那么第六种 我们称之为是四方晶细 四方晶细的特征是什么 四方晶细在点正常处上 A等于B不等于C 它的夹角α等于β等于γ等于90度 这个时候所构成的这样一个平行六面体 我们就称之为是四方晶细 四方晶细里面有两种点正类型 一种是简单四方 另外一种是体心四方 最后一种我们称之为是立方晶细 立方晶细它的特征是三个能边长度 也就是三个点正常数 A B C是相等的 同时三个夹角 α β γ也是相等 并且等于90度 因此这样一个立方晶细 就相当于我们平时所看到的这个立方体 在立方晶细中间 一共有三种点正类型 一种是简单立方 一种是体心立方 还有一种是面心立方 我们总结一下 刚才一共是七种晶细 并且我们每一种晶细经过分析 我们总共得到了14种点正 这样一个分类方法由于是布拉菲首次提出 因此也把它称之为是布拉菲点正 这么多的晶细和类型 可能同学们说太复杂了 虽然有这么多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好在金属材料中间 常见的这个点正类型 主要是立方晶细 以及有一些六方晶细 因此在下面的内容中间 我们主要是围绕立方晶细和六方晶细 来进行讲述 而立方晶细和六方晶细 也是需要大家熟练掌握的内容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在讲正交晶细的时候 一共有四种点正类型 简单正交 体心正交 底心正交 面心正交 但是在讲四方晶细的时候 只讲了简单四方 和体心四方 为什么没有底心四方 和面心四方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存在着一个 底心四方点正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在这样一个平行六面体的 每个顶点上有一个正点 同时在底心上有一个正点 它的特征是A等于B不等于C α等于β等于γ等于90度 假如存在这样一个晶细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 你完全可以把 临近晶细的底心原子 以及这个晶细的底心原子 再加上这个晶细的两个顶角的原子 给它连接起来之后 最后呢 总共八个正点可以构成一个 什么点正 构成一个 四方点正 这个四方点正是什么 是一个简单四方 因为它只有一个原子 因此我们可以再借用 刚才我们所讲的 金包的选取原则 从对称性来说 这个构成的新的简单的点正 和原来的底心点正 具有一样的对称性 一样的直角 并且能边长度 角的相等数目也是相同 但是构成的这个简单点正 它的体积比这个底心点正要小 因此不可能有底心点正 因为它可以化解为这么一个简单点正 类型 那么为什么没有面心四方呢 这个问题请同学们下去思考 请同学们